修道的几种常见的方法 当然很多种了 道门三千六百门 我们简重要的 就是返环之道来讲 这个有得意守意法 就是自信佛法 在佛法里叫自信佛法 这个要在黄庭 建自己的不死的真人 不死的真人 从那个地方修 处处以黄庭为基点修 这个叫得意守意法 简单说 这个相关场合 我也教给你们了一些 那这个又叫太一之法 太就是太上老君的太一 甲乙丙丁的一 太一求真法 那金丹大道法 修七脉明点 这个在相关课程里 都给你们讲了 怎么修七脉明点 十二经落 七经八脉 单道脉 这个礼脉 天脉 礼脉线 天脉线 道脉线 这些都要把它疏通 疏通以后 在三丹田里面 凝聚成光团 求得玉丹 金丹 紫金大丹 丹神化变 最后归真 内神外神 一体成真 那么再一个就是 比较对大家来说 这里面当然这个 金丹大道法里面 有人缘待法 地缘待法 天缘待法 相关的这个课程中 我都给大家提示了 什么是人缘 地缘 天缘 在这里不展开讲 大家回去复习 那么还有一个 是之前没有给大家讲的 叫什么呢 科教奉颂法 科教奉颂法 那这个在藏传佛教 叫本尊相应法 唐密 藏密里面都叫本尊相应法 我们叫本真相应 讲真法 就是你提醒什么 在封诵的过程中 它就来什么 你就提醒成功 这就叫科教封诵法 那么还有俘虏同真法 稍一道福 师父就来了 这个叫俘虏同真法 还有壤旗法 壤旗法就拜拜 通过拜拜 把师父们拜来 这叫壤旗法